中植锡爆雷了 都是高净值客户 有客户投资50多亿 来源 吃瓜排雷投行那些事 难以置信 曾经大名鼎鼎的 中植锡爆雷了 都是高净值客户 据传 有客户投资50多亿 最近 不时有中植集团 四大财富公司 理财产品预期消息传出 引起市场瞩目 一封自称 横天财富理财经理梁亮 的自白书广为流传其透露 中植锡爆雷了 都是高净值客户 单个300万以上的投资 有15万人 涉及金额2300亿 单个客户 最大投资50多亿 尊敬的投资人 我最重要的朋友 伙伴 家人 您好 我是梁亮 全名梁巨亮 今年40岁 一个从业一五年 在横天财富工作七年 您曾经无比信任 将您的几乎全部身家 托付于我的理财师 首先 今天 我真诚地向您道歉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作为一个 成立了28年 经历了中国经济 风风雨雨的 中国顶级的民营企业集团 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 依然没有扛过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在经历疫情三年 中国经济不断下行 基于对所有投资人负责的前提 过去的三年 终止企业集团 主动压降募集规模 降低负债比例和成本 逐步适应经济增速下降 投资回报降低的大环境 但在逐步压降规模过程中 2023年6月 由于资产端大量的应收款 没能及时到位 进而导致流动性缺口 出现了第一次的产品逾期兑付 为了避免风险的扩大 保护所有投资人的权益 在2023年7月19日起 财富端 所有关于终止企业集团 债权类的产品募资 和兑付暂停 进而出现了这场 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 大型债权违约事件 被迫进入 通过债务重组 来偿还投资人权益的流程中 虽然在以前 我自己的风险推演中 有意想过这样最坏的情况发生 但当真正来临的时候 依然是那样的惨烈 此次事件 涉及的高净值投资人 有15万人 企业客户近5000家 职业理财是1.3万人 债权权益2300亿 因事件重大 国务院成立了 专项的风险化解指导小组 与终止企业集团的 近10万名员工一起 力求通过公平化 市场化的方式 尽最大的努力 保障投资人的权益最大化 得到保障 基于终止企业集团 多年的积累和沉淀的资产 协助终止企业集团 实现投资人的权益良性退出 以我知道的有限信息来看 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工作 包括对账户专门的监管 协助撮贺债务重组 尽量维持一个 良好的官方舆论环境 等方方面面要求终止企业集团 要以壮实断腕的决心 砸锅卖铁 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集团也成立了 风险化解专项的小组 由集团的核心 十一人领导 其中包括 我们恒天财富的董事长周斌 目前在巨大的压力下 集团各项资产清收 债务重组 审计工作 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目的都是尽最大程度的保护15万人 2300亿金额债权人的权益 其中包括大量集团员工 高管团队 也包括您和我 其中单个客户 最大金额50多亿 员工最大自购金额过亿 恒天财富的董事长自己 持仓这类集团债权产品700万 最近一笔认购是7月初 自己的家人亲戚 也都是客户 本频道评论 这是明显的卖惨说法而已 中职企业集团 近10万名员工 28年的沉淀 形成了大量 且种类繁杂的各类资产 现在毕马威等 三方审计团队的工作 也在加紧进行中 大家都希望能够 加快给投资人一个安心 准确的数据和兑付方案 我也在焦急的等待中 但是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作为一线的理财师 投资人 集团最基层的团队负责人 协助管理近50组客户 涉及15亿元左右的相关资金 是集团最普通的一员 这些天处于电话接报 嗓子冒烟 每天被各种责备 询问 沟通 处于高强度高压的状态 好几次都接近崩溃 我在公司群里听说和目睹 全国各地也发生 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间悲剧 我知道有客户 已经90多岁了 在医院等着急用钱救命 有客户的企业 因为这个资金 不能及时到位 导致项目流产 真的是人间惨剧不断 人与人的悲伤 能相互理解吗 就是因为太能理解 又无可奈何 所以才让人崩溃 我这些天 几乎整夜整夜的失眠 我总是在想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才会这样 为什么是我们 恒天财富 是我用心认真选择托付的企业 是我从业以来 经历过见过的 股东结构最健康 高管团队和从业人员 专业素养最好的财富管理公司 董事长周斌先生 也是我见过最负责 有担当和眼光的卓越领导人 终止企业集团 也是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捐款多所大学的实验室 设立奖学金 扶贫纾困 强大的运营和管理能力 每年几十亿的税收贡献 所有的产业 几乎都是利国利民 投资和从事的行业 一直与国家的战略在一起 28年来 兢兢业业做事 创始人谢直坤先生 更是把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这个企业 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也是通过多年 专业审慎的分析 认真观察和了解了七年 我确信这是一家 负责任的优秀 且专业的公司 里面的员工 几乎都是正值勤奋的伙伴 公司的管理和文化 都非常优秀 但为什么 依然这场灾难 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几万员工 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一直想不通 一直想不通 从心底我不愿意 接受这件事 但想不通又能怎样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我必须振作起来 因为我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重要过 我的客户们 每天都需要给予真实及时的信息 包括陪伴 我的团队伙伴 需要我鼓励和帮助 我的公司 需要我协助团队的稳定 让资产端能够安心 做他们该做的事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是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现金 分给了我两个 全部身家设在这里 需要救济生活 靠这个利息生活 并且年纪很大的阿易客户 今天我找一个好朋友 拿了三千块钱吃饭 我说 你千万不要给我多了 我现在有钱 就想给客户 我降低自己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准备退掉自己买的保险 做好长期低薪处理 这件事的准备 我告诉自己 无论需要多久 直到团队最后一名 客户资金的顺利退出 我都负责到底 到那个时候 我可以崩溃 可以大哭一场 但现在不可以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现在只有委屈您 陪我一起度过 坚持到结果落地的时候 也许您要等三到五年 才能拿回你的投资款 因为资产处置 债务重组的时间 我也不能保证 这个过程中 您的身体 也许会因为压力 和焦虑受到伤害 也许您的家庭 因为这件事出现悲剧 这一切您都可以再怪我 怨恨我 骂我 但我还是请求您 照顺好自己的身体 和身边的一切 请不要再给这场悲剧 增添内容 只要我活着 这件事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 负责到底 我相信 这也是我和我们集团 几万人伙伴一起的承诺和心声 我们同事群里 每天大家都在互相鼓励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 有客户给我说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 你就是的大骗子 你们集团 就是骗子集团 恒天就是骇人的魔鬼公司 我要杀了你 我要去报案 我要上访 我要告你们 我要让所有客户一起去闹 把你们这些骗子 都送进监狱 如果这样做有用 如果这样做 能保护您的权益 和更大程度的争取到保障 我第一个站出来 但是不会 如果真的这么干 就着了别有用心的人的道 集团真的被逼成破产重组 资产强卖 会让所有人受更大的损失 有一个专业的诈骗团队 天天发抖音和视频号 建群 收割客户信息 说自己可以收账的 帮忙维权的 冒充监管的 冒充AMC的 冒充集团的 蹭热点和流量的 乱七八糟的老鼠 蟑螂都出来了 真是强倒众人推 董事长说 我们要给客户讲 自媒体说什么都是正常的 他们就是干这个的 但我们才是利益共同体 我们的钱在里面 他们没有 客户要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有准确可靠的信息问我 我都不知道 集团高管都不知道 他们凭什么知道 有些信息 还没有到公开时候 因为有些事 公布的不合适 会对事情的正常推进 是有伤害的 那才是对所有人 权益的损害 我的一个认识 十几年的阿姨 前天给我讲 我猜不管你死不死 但是你要把我的钱 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你说过安全的 我真的是瞎了眼相信你 信任就是这样 被你糟蹋的吗 也有一个姐姐客户给我说 你就是个小兵 假专业 其实啥都不知道 被你们公司洗脑了 说不定别人 早都把钱卷跑了 你们就是炮灰 害人害己 听到这些 我说不出话 我没办法说话 哑口无言 没有办法辩解一句 真的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我好想说一句 投资有风险 给自己辩解 可我说不出口 但也有的客户给我说 没事的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把你当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我了解你 理解你 依然相信你的人品 相信你的判断 我们一起度过这场困难 现在的大环境的这么差 又怎么能要求你们 这么高回报的投资 和存款一样安全呢 你们也是希望努力 帮助客户赚钱 这么多年 你也帮我们赚了很多钱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现在更需要你 需要你及时告诉我们 最新的进展 一定会守得云开见月明的 这是一场灾难 但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就像十亿年前 我遇到的那一场车祸一样 我和我的爱人死里逃生 曾经的那天之后 我懂得了责任和珍惜 不知道这次的灾难之后 我又会学到什么 最后感谢大家 感谢我生命中 所有的幸福和苦难 感谢所有爱我和恨我的人 也许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这场灾难还在持续 大家加油 梁亮加油 恒天加油 中植加油 中国加油 本频道评论 这也是庞氏骗局 前面挖的坑太大了 后面的资金少了 就填不上了 然后就爆雷了 这是必然的结果 没有什么侥幸的事 现在不知道具体 有多少钱填不上 只能东拉西扯凑钱 能还多少还多少 能拿回多少拿多少 说真的 除了看他们有没有欺诈 让他们把吞掉的钱还回来 送他们去坐牢 也是于事无补 只是出奇罢了 对于此事 您怎么看 期待您在留言区 理性发布高见